独家带你来直击这个保险公司非常恶劣的手法 有一对夫妻他们到了这个皮肤诊所 要来做良性肿瘤的切除 结果没想到最后保险公司只愿意赔5000多元 因为表示不是肿瘤 只是皮肤表皮的义务而已 郑小姐指着脖子说 两个月前到诊所切除良性肿瘤 没想到申请保险金 却碰了一鼻子灰 保险公司不愿理赔理由很多 明明意识诊诊诊书写着良性肿瘤 雷射手术切除 健保也同意几副 但保险公司理赔单却写明 是皮下组织义务 不认为是肿瘤 还说雷射不等于手术 只愿意理赔5000多块 赔了5895元 可是如果是良性肿瘤的话呢 应该是两万三千块 你是觉得外来的侄子跟沙底 那个才叫义务 那这样讲其实也可以 但是你说说 本来不该存在你皮肤表面的东西 你把它当义务 夫妻俩说保险公司态度强硬 最后虽然理赔 但要求夫妻签下同意书 要放弃雷射 电烧 冷冻治疗等保险项目 也就是说 从此以后再也不理赔 只要每一次的理赔 就删一些条文 删一些条文 那我十年之后 就什么都没有了 整个的概念 其实跟诈病集团是一样的 真小姐说一年保费三万元 缴了十几年 却得到这种服务 还差点签下同意书 放弃保险项目 痛批保险公司恶劣 绝对要讨回公道 昨天宣传 彦高梦柔台南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